接下來的話我們來針對 剛剛的綜合練習這一題好了 OK 那我們等於是 針對這個問題 去詢問一下那個ChargePT 請它幫我解決 反正就是這個手機的號碼 幫我把它產生一下 因為你 假設你完全不會的話 你要怎麼辦 當然 公式部分的話一定是什麼 如果以前的做法是 像我們就是慢慢跟同學講 開頭一定要是09 所以如果是文字的話 開頭一定要這樣子 然後串接一定用AND符號 AND11 所以再點這個一下 然後再AND一個什麼 AND一個減號 然後再AND這個後面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要讓它變成3 有沒有 所以08是要補一個0 那怎麼樣補0呢 那就用REPD加LEN 那LEN是算這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LEN算完之後 這裡面有兩個字 那兩個字要補幾個0 要補一個0 為什麼一個0呢 所以用3去減 3減掉LEN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長度 再用REPD去重複0 OK 講應該很簡單 但是程式怎麼寫 你光要想到這個程式 你就覺得頭痛對不對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這個問題 直接就丟給ChargePT 那敘述方法 就我剛剛講的那一串 只是我把它精簡了一下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請各位一樣先把那個ChargePT 先打開來 打開的方式很簡單嘛 反正你就Google查一下ChargePT 進來之後它會出現這個畫面對不對 然後你就登錄 那我的習慣還是一樣 用那個Google帳號 因為 所以我先登錄Google帳號之後 然後再點用Google 有沒有 它就直接進來了 就滿快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剛剛那個敘述 直接讓它知道 所以那一串很長 那我剛剛已經有預先先打好了 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放在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有個Q有沒有 就這一串問題 第10頁的地方 OK 就剛剛在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白板畫面 第一個單元 裡面的第一個檔案 打開來的第10頁 OK 所以以後慢慢習慣 反正我做過啦 如果你要跟我做的動作 參考的話 那其實我都有把 這個我做的動作 直接就放在雲端上面 那你慢慢習慣第幾頁 反正你就這個卷軸往下拉 第10頁你就找到一樣的東西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這個問題 丟給那個ChargeP 幫我去執行看看 那我的敘述方法 其實跟前面差不多 那只是因為這個問題 它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我的敘述方式的話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地方 請幫我鑽石一樣 開頭都一樣 鑽石也是有公式 那有一個需求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裡面 有個要求 就是要用REPT與LEN 所以我這邊加了一個敘述 就我一定要用這兩個函數 所以你請你一定要幫我 產生的公式裡面 務必要用REPT加LEN 所以這個如果有特殊要求的話 然後呢 關鍵是有沒有看到 串接又來了 所以字跟字中間 如果要串在一起的話 串接09有沒有 然後呢 加上 那我剛剛有講過 我的習慣是 直接把資料 在這邊有沒有 我先把它輸入 然後呢 我習慣是讓它 浮動在這個上方 也就在敘述比例 我在敘述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說 幫我串接什麼 串接09加上F F在這邊 這個把它移過來一點 OK 然後F4 G4 有沒有 跟H4 這幾個 幫我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並且中間加上那個 串接就是 這個這個 然後呢 在G4的前方 加上-的符號 而且最後我因為這個其實太複雜 我怕他看不懂 所以我就直接後面加上例如 而且直接就跟大家講說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直接把我們上面的那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一個例如有沒有 把這邊貼過來讓他知道一下 有這個跟沒這個其實差滿多的 他會比較能夠理解 所以我把這一串敘述 直接Ctrl C好了 OK 那我就直接把它貼過來好了 直接貼到那個Ctrl GP裡面 請他幫我去 幫我去這個產生公司看看好了 看看有沒有那麼聰明 貼上喔 就這一串執行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他就開始思考了 當然可以有沒有 他就開始思考囉 而且他滿厲害的 然後他會幫你把他敘述一下 最後的話呢 這個公司就寫出來了 那底下有一個詳細說明 他跟你講說為什麼這樣串 其實很厲害 我剛剛講的他居然把它寫出來了 有沒有 他說重複幾個0在前面的話 就是3減掉G4 G4裡面是84兩個字 所以兩個字用3去減 所以3減掉2是1 那1的話是重複一次 重複一個0 在M的G4 G4的話裡面放84 所以串起來不就084 很厲害 OK 那應該都對了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錯誤 而且有詳細的說明 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這個公司 直接就複製 然後我們前面也有講過 你可以用複製程式碼 但是這個複製程式碼 按下去好像會多個換行 所以我們乾脆直接選下面 直接這邊複製好像比較 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直接複製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在上方的資料編輯列上面 直接就把它貼上 OK 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錯誤 接下來打個勾看看 結果對不對 看一下是不是結果 0911 084 007 好厲害 OK 這太厲害了吧 我也沒有特別試做過 OK 下方的話 直接把它點兩下 完成 OK 對不對 下方看一下 全部都對 哇 實在太厲害了 OK 所以其實像這種 相對複雜的問題 如果你懂得問 它這個問題的方式 而且它能夠理解的話 我想它產生程式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就是 主要我是把剛剛的問題 放在雲端百板上面的第10頁的地方 請各位也許 再開啟那個Charge GTT 然後亂亂看 應該得到的結果 我想應該也不會差太多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真的要放在雲端百分之上 雲端百分之上 驚喜